外皮反光发亮的低卡茶香冰皮月饼让人垂涎三尺 中秋节快到了,如何吃月饼吃得更健康呢?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请营养科营养师杨志凯 自行研发制作美味又兼顾营养健康的低卡茶香冰皮月饼 饼皮是用高鲜低糖豆浆、无糖红茶、几粒丁粉做成冰皮 内馅则是用红枣和无糖红茶做成 饼皮和内馅合成低卡茶香冰皮月饼 冷藏后食用口感风味更好 不但制作方法简单,减糖也减油脂 热量更只有市面上贩售月饼或是蛋黄酥的20% 内馅的话,它的红枣是把它洗干净之后 把它泡了泡水半个小时 那之后把它放到我们的电锅里面 外国加一杯水,蒸熟之后再焖15分钟 把它蒸熟之后,我们再把它的红枣去皮 去皮之后,我们就要放到食物调理机里面去做搅打 如果太干的时候,我们就会加入无糖红茶 让它比较湿润 除此之外,加一些红茶也可以让内馅比较有茶的香味 最后我们就使用滤网,把搅打过一个枣瓶做一个过滤 最后这个步骤其实还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过滤的越好的话,这个枣瓶会是越减密的 顶皮的话,我们就是把,很简单一样就是把豆浆跟无糖红茶 按比例称重之后把它混合均匀 要把吉利丁粉加到我们这个混合液之后 然后搅拌均匀,然后一起做筛 那吉利丁粉要在做的时候,最常会发现就是它很难 就是它可能会结块结块这样子 所以呢,其实它,重点的是它一定要过筛 过筛之后,它才不会有一个均值不太好的一个情况浮现 那我们之后就把过筛的一个混合液 小火加热到5-60度,然后把它关火 那之后就把它倒入我们的这个月瓶的一个模具里面 就把它放到很长库 把它放到过月瓶模具之后,我们就会放我们的内馅 放完之后就放到很长库,30分钟 所以其实很快 基隆医院院长林三琦和营养科主任张黄瑜 以及营养师杨志凯 力推这款低卡茶香冰皮月饼 制作起来相当简单 非常适合想要控制糖分的民众 或是本身有糖尿病的病患使用 基隆医院也提醒民众 购买月饼时尽量选择低脂或是无脂 以及添加坚果类的月饼 注意营养标示 没有过多的化学物质以及油脂和糖的产品 适量吃月饼和家人共度健康幸福的中秋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